第四季节目 娃子 娃子 我说你这别忙碰碰碰的 淡点清晟的腰刚闪了 把那门给我关上 那点热乎气全跑了 开点门缝不是对流吗 换换空气 开这门什么都进来了 完了我告诉你啊 咱都是老同学 我能不替你招想吗 那林氏集团既然想要这个地方 咱就给它 多给点钱不就完了吗 反正眼前那形式在这摆着呢 那林氏集团是瞧着这地地 人家是志在必得 天天来人找烦不烦呢 正经事还干不干了 干脆依着他们两下全省心 来啊来 可以 喝下 来 坐这 走 走 八子 八子 冷 人家都来了 喂 来我介绍一下 这位是林氏集团的周先生 这是丽华餐厅的老板娘 要不咱们楼上台 就这儿吧 又那点事儿呢 等她坐下来 坐下来 还是搬迁的事儿 现在我们林总又提出新的优惠条件 你们这林总 他自个儿怎么不来啊 你是太不了解我们林氏集团的规模了 就这点小事儿 还用林总亲自出马 我有个事儿得先问清楚 你们这姓林的林总他叫什么 你问这干嘛 都是中国人给人民币不就完了 我问他你别插谎啊 你们那头儿姓什么叫什么 您查户口的 这跟谈判有什么关系 是哪学校的哪街的 咱们七零街的 林海涛嘛 来 谈正经事儿行吗 咱别耽误时间了 这事儿没什么可谈的 不行就是不行 你给多少钱我也不搬 这 您这么不开面啊 别敬你屋真吃八九行吗 你像我谁啊 姑奶奶不吃这套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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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话好好说吧是 你说什么说 我跟他们林市集团 吃冰棍拉冰棍没话 你给我出去 出去 你 你回去告诉你们那林总 只要我有一口气 让我疼地方休想 做梦去吧你 不去 老师 老师 别往心里那去啊 他就这脾气 老二 这边有点事儿 你赶紧过来一趟 别别别别别别别 别动真的我说看我了 看我了 有你什么事儿啊 院去 哪能没我事儿 你们这两头我都认识啊 多带几个人 有点给脸不要脸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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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崩 你给我五分钟 就五分钟啊 五分钟 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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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要想劝我你就把嘴闭住你 我的姑奶奶 你可别干这捅马蜂窝的事儿 人家林市集团财大士大 咱惹不起人家 我不处 他就是说说大天来 我也不给他疼地方 怎么了 你真把人惹急了 人找几个人来是吧 找你麻烦 人家这 他敢 人家怎么不敢呢 有道是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你小本经营就是虾米 人家官商大款 就是大鱼 大鲨鱼 收拾咱们就跟老虎吃豆丸菜似的 小菜一碟 你就松松口吧 休想 我还是那句话 给多少钱我也不搬 越说越公伙 我都劝劝那头去 都有伙 都比我横 我算干嘛地 成救火队的了 你都听见了 你都听见了 这仗着有点臭钱 就像七行八市啊 这是共产党的天下 还没让钱买断呢 这都什么年代了 您怎么动不动 就要跟人家拼命啊 你妈是老百姓 不管到什么年代 老百姓能拼的就是这条命 不是我说您 这仓馆的产权又不是您的 租期也快到了 您就应该接受临时的条件 搬迁并不吃亏 你不懂 我跟他有仇 对不起 妈 我不想听您讲那些过去的事 我们这一代关注的 是现在和江湖来的 我劝您 赶快从过去的阴影里走出来 过去是没有生命的 都是些沉骨子烂芝麻 你再说 你再说我 我就 我就冲你我 没有过去 怎么有今天 你个小丫头骗子你 你打哪儿来的你知道吗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什么你都不知道 你打哪儿来的你都不知道 你小丫头骗子你 你什么都不知道你 你快到 Podcast 你快到ion 你怎么都不知道 我什么都想跟你说 可是 现在我不能告诉你 我不能告诉你 我什么都想跟你说 我什么都想跟你说 大刘 大刘 我还叫你大刘合适吗 什么意思 要干老刘是怎么着 昨天晚上看见你在电视里跟人侃侃而谈 你现在又出书又上电视 已经是名人了 我应该叫你刘老师才对 别提这个啊 我算什么呀 京都群星会赛 叫刘老师 能不是骂我吗 我哪敢 说正经了 头上咱们弄个选题 你有什么想法 我看咱们还是抛开一些社会热点 找一个社会层面 往深层开决 选中了吗 我早选中了 就携我们七灵界这班人 我查过背景资料了 当年七灵界初中毕业生 光北京就有三十多万 全国至少有五百万人 你们紧接着老三界 在他们去插队兵团之后 绝大多数都留在城里 分到了国旗 奇怪 你怎么想起下这个舞 别忘了 我可是在给你当助手 不错 在老三界眼里啊 那时正是我们得宠的时候 可常言说得好啊 有得借我失 现在看起来 这正是我们这班人的悲哀 现在老三界 已经成了一种品牌效应 成了文革后的一支生力军 各个领域里都涌现出一批精英人物 他们著书里说 组织各种社会活动 向世人讲述他们的故事 光家一户晓的电视剧 就好几部了 可我们七零界却默默无闻 真正混出模样来的人很少 没有同学会 没有被人议论的话题 没有搬上银幕的故事 你知道为什么 他们经历的事情太多了 青少年时期 都是从政治漩涡里走出来的 虽然大部分流程端上了铁饭碗 可改革开放以后 受市场经济冲击最大的 就是铁饭碗 都四十多本五十的人了 一个个上有老下有小 物竟天责 事者生存 这大筛子一筛 被筛出来的 很多都是我们七零界这本人 说得太对了 真没想到啊 你这飞天的凤凰 还真没忘了我们这群温鸡 请问您是 我是奔他来的 能上我们二两棉活单谈吗 当然 您是 快三十年没见了 走 大计划 你还真能认出来啊 真没想到啊 你画三十年过去了 走大计让我个认同姐来 你个胖子啊 来来来来 这几年在报上 老门看见你名字 我心里就想了 是不是当年跟我玩弹球老叔 我这小子 后来在电视上你这么一露脸 还真是你 爷 那五个弹球 是当年我赢你的 现在啊 物归原主了 也算是见面这些 好多你可真够逗的啊 这玩意你还留着呢 这叫收藏 好写个物件啊 当时看着不起眼 收起来一藏 准有用 一不留神 就变成文物了 你说今天要没这五个弹球 你能马上认出我来吗 我想起来了 好收藏是你们家传 哎呦呦呦呦 坏了坏了坏了 就闲扯别的了 差点把正事忘了 我那找你来啊 就是为那什么 救插喊救命了 你怎么了 不是我 不是我 是华子 华子 咱们七龄界同班同学嘛 华子 小红帽 演过李铁梅 小时候在一糊涂上长大 你忘了 忘了谁我也忘不了他呀 嗯 说 他怎么 什么 是人家找他的事 他投年下岗开了个饭馆 那是块风水宝地 结果那地方要拆 是非让他挪地方不可 软子不成要来硬他 那公司腰杆可硬 你这是谁吗 谁啊 林海涛啊 你们懂得盈着 毛子 balikk 这什么破茶这是 烟灰泡子吧 来人 把你们这管事给架了 这茶屋头怎么是歪的 你们老板娘长这模样 你带这么多人是来动嘴的 还是来动手的 我是来帮您搬家的 你做梦去吧你 你压实是什么呢 快吃啊 给我拆 大人 先找一下 我找 各位 这饭馆是吃饭的地方啊 应该动嘴啊 怎么大伙都站着 刘先生 您怎么来了 我们这儿给林总办事 您回避一下 给林总办事 你带这么多人来 怎么了 您要写篇报道是怎么的 有好故事 写些又何妨 没故事 只有是非 没故事可是有故人啊 这老板娘是我朋友 要不然 我给你们老板打个电话 不用 走 走 看这打发的人是谁啊 著名记者 咱林总的妹子 咱们就这么早了 废话 有二十多年了 变化不大 就可这样啊 还能怎么变子呢 不对吧 从毕业到现在有三十年了 从我们俩人家论 就二十年了 这么说后来你们还有个联系啊 有联系 所以我们俩当然有联系 走走走 这我可是刚知道啊 大学 跟我这闷着事呢 来 刚才那帮人 怎么一见着你就跑啊 你们什么关系啊 大刘现在是名记者 大笔一挥爆上一灯 谁不犯处 没问你老豆 可能有这方面因素吧 报纸嘛 就得扶正压协 替老百姓说话 要不翻报纸还有什么意思 他们知道你是记者啊 你别怪我多嘴啊花子 我也是灵机一动 才把大刘找来的 大刘一挤门 那一帮人好鸟受散 解释你的燃眉至极了 这不就齐了吗 你非打他那么底吊个妈的 我不就是想问清楚 好知道 我到底是领的谁的情呢 说出来也没什么 除了我是记者以外 我跟那帮人 怎么说呢 应该有点关系吧 有什么关系啊 他们的林总是我女儿的教教 什么 林海涛是你的大教哥 我也是跟我老婆接过以前才知道 她哥是咱班同学林海涛 我不认识你 你给我出去 这怎么会儿说的 这么会儿也不认识了 你 你听得动人话吧你 别别别别别别 别别别别别别 别别别别别别别 没关系 人我以后再解释 我一定会解释求助 大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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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着我妹夫说 她跟那老板娘是朋友 对 她确实这么说的 那菜馆叫什么来的 丽华菜馆 老板娘叫董丽华 董丽华 董丽华是谁啊 听那位段先生说呢 你们都是老同学 老同学 是华子吧 那饭馆是他的 林总 这事我没办好 这也怪不着你 怪不着你 我主要想呢 您跟刘先生 既是亲戚又是同学 这老板娘要是 跟刘先生是朋友 说不定跟你也认识 我怕商量和气所以才 是啊 人一到了这个年纪啊 就自然而然的想起故人来了 不过事情是事情 交情是交情 这事情得办 人还不能伤了和气 这里头这分寸感哪 我看你还得自己把握 您是真大度 可那老板娘啊 那老板娘怎么着 她好像是有点 干嘛吞吞吐吐的 只要一提您 整个那人都不对 人都不对了 怎么不对了 只要一提林海涛这仨字 那 就恨得是 咬牙切齿的 是吗 这么邪乎啊 董丽华 我跟他没什么过节啊 他说什么没有 没有 我也没问 你问他也不会跟你说 你们中间隔着好几拨人呢 行了 你忙你的去吧 我找别人问 好嘞 小金啊 小金 又玩上了啊 干嘛呀爸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还怎么太玩啊 你都高一了 这往后功课越来越紧 还玩呢 你也不能老让我在那儿学习啊 那点功课早写完了 写完了 那玉仙新课程 也比瞎玩强啊 该怎么学习我心里知道 用着让你代替我 代替你 我都真想代替你呢 爸这辈子里头啊 有不少遗憾 其中之一就是没上过高中 我还真想替你上一把高中呢 那来谁啊 要是我爷爷 像您这么催着我似的催着您 估计啊 您也考上高中了 考上 爸后来连大学都考上了 还能考不上高中 我跟你说啊 我们那会儿是没高中 知道吗 所有的人到初三就毕业分配工作 所以我们这拨人哪 这辈子就甭想上高中了 你有这么好的时候 爸希望你能珍惜 那也不能 您吃什么苦再让我吃一遍吧 再说了 我马上就要出国了 在这儿学的东西根本没用 马上出去 谁跟你说的 我妈说的呀 他说出国以前先把英语基础打好 其他的以后再说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出国 你连中国文化的基础 还没打扎似的就想出去啊 你连中国字还没认权呢 就一头扎外国去了 到将来呀 你什么都不是 小杰啊 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 要是这样非把自己耽误了不可 是我妈对我说的 现在是我在对你说 我看你就别说了 什么耽误不耽误的 送孩子出去 就是把孩子耽误了 要我说呀 你把孩子耗在这儿 那才是耽误了孩子呢 走走走走 咱们也在这儿说 走走走 你跟小杰说要从他出国啊 对啊我正办着呢怎么了 这么大的事 你得跟我商量完了再定啊 他刚上高一你跟他说这个 那他以后还能踏踏踏实 往下上这个学啊 办成了就出去上学了 还用跟着他的试试呢 好 关于孩子出国这件事 以前我就跟你说过 等他把中国文化的基础打好了 判断是非的能力具备了 知道自己的根在哪儿了 到那时候 他自己想出去见识见识 我举双手赞成 现在不行 现在出去 将来他就是个不伦不类 在中国人眼里他什么都不懂 在外国人眼里 他还永远就是个外国人 自个儿妈那么好的奶不吃 非去吃别人家的奶 到后来吃老了 也成不了人家的孩子 道理就这么简单 话说到这儿 我得严肃地跟你谈一谈 你不要用那种 沉浮的观点影响孩子好不好 人家再好也是人家的 不是你的 你出去是能舒服一点 可实际上在别人眼里 你就是个图现成的 这种人无论到哪儿 也进入不了那个社会的主流 你看看我们周围 有不少人刚有点成就就出去了 可混到现在 不但什么都不是 连原来的能耐也丢光了 等想明白了再回来啊 对不起 客满了 没位置了 到头来只剩下一个混了 你想想 这种例子还少吗 你那是一种偏见 老一位的人要是不出去留学 哪儿来的现在的中国呀 说得一点不错 老辈里是有不少人出去过 那是因为当时中国落后 黑暗贫穷 他们出去 是为了学到真才实学 寻到救国救民的真理 他们出去的目的是为了回来 是为了回来改变中国 不是为了出去图人的现成 这一样吗 再说 现在中国发展速度慢吗 这么多年你在中国 长的见识还少吗 就算你是从小到大 你的条件比我们糊涂里的主优越得多 你以前见过什么呀 录音机见过吗 彩电见过吗 电脑用过吗 汽车开过吗 谁要是说那时候 自个儿家就趁这个 那是吹 可现在呢你看看 满大街都是 我不跟你争这些 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 可是希望你不要影响孩子 小杰是我们的女儿 家长影响孩子那是肯定的 那是天定地义的 这一点我必须跟你谈清楚 你要让她出去 必须跟我商量 必须经过我同意 干嘛非得经过你同意 什么话呀 小杰是我女儿我是她父亲 可我是她母亲 对我女儿的未来 我同样责无旁贷 但我们的意见必须大成一致 这不用讨论吧 这样吧 女儿已经大了 她有她自己独立的意志 咱们都不要用自己的意志 来代替她 关于她出国留学这件事 咱们家有三个人 意见一致那当然好 要是不一致呢 我看我们是少数服从多数 你愿意表决吗 这种表决简直不讲道理 这是最讲道理的办法呀 如果不表决 那就是说必须听你的 这是讲道理吗 那就是说必须听你的呀 谁对女儿就应该听谁的 最后的决定权 应该在小杰那儿 应该在小杰那儿 照这样下去你非把小杰毁了不可 照你说的才把小杰毁了呢 这件事情没有必要再争了 咱们走着瞧吧 对了 有件事我忘了问你了 你怎么管到我哥哥公司的事上来了 我管你哥公司的事了 莫名其妙 那你到饭馆去干什么 还说你没管 华的那饭馆啊 你哥手底一帮人 一个个横眉立目的干吗呀 有话不会好好说呀 那也用不着你出面呀 你跟华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能跟我说说清楚吗 我跟华子的事接规以前就跟你说过了 我不准备回答任何无聊的问题啊 你跑到那儿去 缴了公司的大事就不觉得无聊吗 我跟华子是老同学 老同学有事找我 我去看看这叫无聊吗 不那么简单吧 你一个文化时报的记者 再怎么勤奋 也管不到饭馆拆迁的事情上来呀 恐怕是有什么特殊原因吧 我觉得我解释得很清楚了 你不觉得你的猜疑很没意思吗 不行 你不说清楚了就是不行 你们能不能别吵了 你们能不能别吵了 你不怕是有什么方法 你要求你 你让我问一下 干嘛 试试看你发不发烧 以前的事让你热血沸腾了吧 无聊 大刘 老邓 净事 找你有点事 有事 什么事 他是屋里头去 铁天山道 易妙守住文章 老是鲁迅的词多棒 别老瞎啊 这是李大赵说的 你 大刘 大刘 我不光是招之寄来 我又给你拿点东西看看 针线包 想当年华子给你缝裤子用的针线包 要说华子可真够仗义的 那会儿 男女界线分得多清楚 他敢给你缝裤子 他也不想当年华子可真是终于 那个事 那他也不忍住那些终于 。 好啊 大家休息啊 快点 现在员地休息啊 男生去这边 女生在这边 谁跳 来 来 快来 警官快来开 有人穿黑胆裤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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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黑胆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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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胆裤 有黑胆裤 有黑胆裤 开胆裤 有黑胆裤 开胆裤 有黑胆裤 你干什么你 耗子 你缺不缺德呀 人家不就是裤子破一口吗 瞎让人吗 想看哪 找没人的地方把裤子脱了 看你自己去 开胆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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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爱的 我带着针线包呢 走吧 到那边没人的地方帮你缝上 不 别麻烦你了 你什么呀你 你这样还动得了窝吗 给我走 别别别 还紧拿着走啊 行啊 干什么呀 我这就走了 干吗 别愣着 快把裤子脱下来 脱 脱裤子 我 你什么 你里头不是穿着裤衩吗 嗯 夏天出来游泳的时候不全这样 怕好看 怕好看你倒泼下去 穿着怎么跟你缝 快去啊 我 乖 混音 快去啊 快去啊 呗 快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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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说什么说 别在那儿偷偷摸摸搞小动作 凑合缝上得了 不露就行 凑合 再扯开怎么办 我的活可不能让人笑话 你缝得真好 猛一看啊 就像没被扯开过似的 你这人够蔫的 在班里跟谁都没话 比小哑巴似的 我跟你们那些红卫兵 说话不够资格 干嘛这么自卑 那也不能怪你 谢谢啊 怎么样 还穿得出去吧 再扯开我可不管了 再扯开我 再给你带她 你还带她 你要这会儿成文物了吧 我要是你啊 就把它给你捅好那裤子留着 现如今见面往外一拿 多有意思 说正经的 我有好些事要问你呢 关于华子的 华子 华子的事可多了 一时半会儿可说不清楚 几点了 可别耽误你吃饭啊 行了 我今儿请客 我们刚发了五百块稿费 你挑地方 五百块 吃粤菜煎够一龙虾 吃川菜麻辣怕上火 东北菜怕撑着 涮锅子有点俗 要不那么着吧 干脆 咱们吃烤鸭 你们给我 谢谢 我再来碗 咱先吃吃 不够再点啊 别客气 酒菜一起照合 来 边吃边聊 你跟我说说 华子模拟现在的情况 对对对对 你问华子 华子不是吗 这外号挺逗 小红帽 你说啊 那会儿 满世界都是国防律警察兰 他给自己制一小红帽 这我知道 华那会儿特傻 常年照个一五宝货老太太 军宣队啊 为了培养他当样板 往活学活用那儿引 好 华子偏来个实话实说 一口咬定是他妈让他干的 他妈是 前年没的 那老太太可是好人 这个我比你清楚 老太太文革的时候对我们家有恩 反正先不提这个 我想知道华的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你别着急啊 我跟你来不就是为说华子吗 华子 真不容易 你没忘吧 华子是咱们七零界 头一班分辨工作的 这我知道 跟你一样 你们都是出身好的 头一班分的都是大工厂 那一会儿进工厂 跟眼下上大学似的 咱是领导阶级 工作服一穿 跟眼下穿皮赶来这么牛 你说 咱是什么时候不受人待见的 老豆 你车远了啊 你那咱里头可没我 对 就是我们那时候去无限电原厂厂的人特多 哪个学校都有 后来我听说华子 一直混得不怎么样 听说 你们后来没在一块儿啊 后来挺快的 他就调分厂去了 那层子我跟段联系了 不十分清楚 华子的账户是什么人